空中加油机运游20是战略空军的力量倍增气 能够为多型战斗机提供空中油料补给 在我身后运游20正在奋力起飞 将奔赴于定空域为多大歼16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保障 在长空之上歼16与运游20会合成功完成油料补给 为后续开展远距离长航时多科目训练提供支撑保障 运游20是战斗机远程奔袭作战的关键 我们团的飞行员现在为歼20歼16歼15等战斗机开展空中加油保障 已是常态 这些年来我们深化练兵备战瞄准新域新制作战 驾驶昆风高飞远航 大幅度提升了远程机动投送能力 作为空军最早组建的运输航空兵部队 官兵们始终坚定一流过硬目标 在强军征程中勇当排投兵 夜幕降临 飞行员袁博和战友正在为今晚的夜航训练做准备 作为失礼首批接装改装运游20的飞行员 袁博已经驾驶昆蓬 完成跨昼夜空头散降 重装空头等多种任务 这些年运游20全域作战 全时能战的能力越来越强 袁博感触很深 作为心智作战力量 我们始终紧盯作战场景 加紧战斗力建设 在结装运游20的46天后 上高高原 5个月执行任务 7个月首出国门 短短几年内 实现三无条件下空头 大机群远海飞行 超低空海上飞行等突破 为改革者进 为创新者强 为改革创新者胜 每次飞行前 飞行员都会带上 昆鹏之翼电子飞行包 它能够在最短时间内 显示多种航空信息数据 帮助飞行员快速设定航线 和制定飞行计划 该系列软件 其作战规划 性能计算 态势感之于一体 我们也坚持在抓创因中 抓发展 在谋创因中 谋未来 着力打造战斗力的 新的增长点 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 某师还注重飞行人才培养 年轻飞行员队伍 培养智效不断提升 不少飞行员先后走上 飞行指挥员 飞行教员机长岗位 走进新时代 全体官兵在战略空军 转型的浪潮中 始终听党召唤 紧盯运输机作战运用 围绕空运前推 集群空降 跨海支援等主要作战样式 推动技法战法创新升级 锻造守护祖国和人民的 钢铁之意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这是我们官兵 特别喜欢的一句话 我们认为 这个鹏就是我们空鹏用二零 风就是战略空军 转型发展的强军之风 这些年 我们乘风而上 抢抓机遇 主动创新 不但超越 未来 我们还将持续加强 人台储备 不但探索 装备极限性能边界 加力实现 全域作战 全球到达的目标 向着建设一直 让党和人民 放心的 空中战略投送 拳头部队 阔步前进